罚球 过度一下 再推后撞 出界了 小白赢了 小白打爆对手 完成了复仇啊 这是2022年澳大利亚观看赛 台湾中美女生白玉婆对阵新加坡的一姐杨嘉敏 在上一战比赛中小白是遭到了对方的逆转 不过这一次对决 小白不仅仅完成复仇 而且打出出色的表现 先命就让我们来看看小白的表演吧 加油 第一局比赛上来小白就彻底爆发了 这个反卖对角真的是漂亮 杨嘉敏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推后场后直接一个调杀对角小白有点带着路回来打的呀 运气不错 小白的往前控制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杨嘉敏的回旧总是不够到位 小白则就是在往前疯狂加速 防得也漂亮啊 再来批杀对角小白打的争霸起啊 9比0开局了 两家民想提出 但是都被小白给了 防住了 这个防网真的是漂亮啊 继续防网这个防网真的是得分太轻松了 防网 太厉害了 我发现小白只要去放往前球,基本上就能得分 哎呦,这颗球居然失误了 又是一个错往得手,小白拿到了比赛的局点 最后一个放往得手,小白第一局比赛打出了21比6的恐怖比分,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两人来到6比4之后,小白又爆发了 就是在放往,这个往前技术确实是完爆了杨嘉明啊 连续了P对角,哇,这个球居然失误了,有点伤 小白突然加速,这个速度有点恐怖啊 又是高质量的放往,然后直接突击 比如说杨嘉明就是奥远希望来,也防不了啊 后场的杀机身,比分要被拉开了 这种速度一旦加起来,杨嘉明根本顶不住 这种速度一旦加起来,杨嘉明根本顶不住 继续进攻,小白要开始加速了 杨嘉明根本顶不住 杨嘉明根是个失误,有点崩盘的 杨 Tenn找到途后场太漂亮了 杨嘉宾又是一个手小斑拿到比赛的赛点了 最后杨嘉宾依然是失误小白轻松了在调局 很少对方晋级的同时也是完成了对杨嘉宾的复仇 接下来的小白遇到的对手也是自己的队友 我相信小白能够走得更远